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在美国白宫的这个画面 双方等了那么久 终于登场 俄罗斯入侵第302天 泽伦斯基首度踏出乌克兰 泽伦斯基冒着风险踏出国界 根据外媒的影片 先是搭车到波兰 再转搭飞机飞抵美国 为了他的人身安全 美国特别派出军机接送 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降落 由乌克兰驻美大使马尔卡洛瓦 和美国国务院官员吉福德迎接 另外迎接他的 还有这一项重大援助 美国在宣布18.5亿美元 约合新台币567亿的新一波军援 其中的10亿美元 专注在爱国者飞弹系统等防空能力 以及8.5亿的安全援助 美国国会也将针对 明年450亿美元的援助案 进行表决 开战累计至今 援助总和将会达到超过500亿美元 只不过除了收理 泽伦斯基这一趟恐怕也有个硬仗被打 从11月陆续传出 美国施压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和谈 尽管白宫声明强调这一趟防美行程 专注在乌克兰的支持 但外界也关注 是不是会针对和谈的可能性 对泽伦斯基施压 而俄罗斯克林姆林宫发言人 培斯科夫提前放话 绝对不接受和谈 进行为黄盛凯带有任报导 下载进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